欢迎回来 今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有数百人患上一种神秘的肺病 专家寻找确切病因 怀疑和病者吸食电子烟的习惯有关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公布一项新的研究说明 劣质THC电子烟产品中存在着 卫生素E 醋酸酯 可能是导致美国出现2000多例神秘肺病 和39例死亡个案的原因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公布 实验人员从全国29名病人的 肺部液体样本中发现的化合物 与病人生病前吸食的电子烟烟油中 所含有的化合物 属于同一种单一物质 也就是卫生素E 醋酸酯 因此认为 这一种化合物极有可能是导致 神秘肺病出现的罪魁祸首 初步报告出炉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强调 目前还不能排除其他有毒物质 可能需要进行动物研究 才能断定维生素E 醋酸酯会损害肺部 维生素E醋酸酯是一种用于补充剂、化妆品和电子香烟产品的化合物 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产品在皮肤上使用是安全的 但吸入油性液滴则可能有害 当局因此建议消费者停止吸电子烟 尤其是含有THC的产品 并劝请大众在确认原因之前 不要将这种化合物添加到电子烟中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